她结了三次婚,遇嫁与幸福,生了五个绝世容颜的孩子。一路美到老,她就是。 女人若不老,该有多美好。 这位姑娘名叫伊莎贝尔普瑞斯勒,Isabel Prisler,1951年出生于菲律宾。 也就是说,这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姑娘,今年已经64岁了。 她的身体比年龄年轻了40岁。 她是杂志编辑,是贤妻良母,是女性企业家和慈善家,是社会名流,是时尚教主不老超模,她的丈夫是歌星,贵族,高官奥远,她生育了五个孩子,每一个都藏着这个星球上最漂亮的脸。 。 然而,这还不算完。年轻时的伊莎贝尔。 在家乡菲律宾马尼拉,她小小年纪就在选美比赛中出人头地,人称菲律宾珍珠。 十六岁那年,由于父母担心年少成名的女儿混进时尚娱乐圈,她被送往西班牙马德里头奔亲戚。 一场精致,传奇的美丽人生,就此开始。 大学毕业后,伊莎贝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班牙知名杂志Holler做编辑,那时的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家杂志封面人物。 命运总是眷恶美丽的人,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戏剧性改变。 在中国都颇有知名度的胡里奥,朱鲁·伯利奥,接受伊莎贝尔采访时还是个足球运动员,但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歌手。 采访结束后,她邀请他去听音乐会,随后,两人迅速展开恋情。伊莎贝尔和胡里奥。 拍拖七个月后,1971年1月29日,伊莎贝尔和胡里奥结尾联礼,菲律宾姑娘成了西班牙弦内主,在她的支持下,跨界到乐坛的胡里奥事业如日中天,甚至先后将两次演唱会开到了中国。 而更让伊莎贝尔珍惜的,则是他们生下的两名女。 男人唱歌养家,女人貌美如花,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登上了伊莎贝尔所在的杂志,她也从以名普通编辑一月成为杂志封面人物。 请注意上图中伊莎贝尔怀中的小儿子,她成功继承了母亲的颜值和父亲的音乐天赋,她长大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你没看错,她就是拉美乐坛巨星,琴歌王子安利奎,Enric Iglesias。 如今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超当年老爹,不仅在西班牙家喻互想,更是美国知名音乐杂志告示台拉丁热歌榜的冠军专业户。 好吧,我知道她很帅,但我们还是继续说说她那更传奇的老妈。 话说视野辉煌的狐狸奥人红是非多,在外应酬不断,回家越来越晚。 1978年,这段被众人艳羡的因缘走到了尽头。 伊莎贝尔曾一度伤心,但爱情总是追随美丽的女人。 1980年3月,她嫁给了西班牙侯爵Celo Faco,由歌星鞋内主机身上留贵妇。 不过这段婚姻持续时间并不长,两人于1985年分道扬镳,但留下了倾国倾城的美丽女儿Tamara Falk。 伊莎贝尔跟第二任老公的女儿Tamara Falk。 简直就是一对姐妹。 歌星丈夫给了她无限浪漫,侯爵老公给了她荣华富贵,而第三任丈夫Mariel Boyer,则给这个女人留下长久悲伤,或许上天都开始嫉妒她了。 身为西班牙前财政部长,这位政坛明星,在外出时却干为老婆伊莎贝尔提包推车。 2014年9月,76岁的Mariel Boyer去世,好在生前她跟伊莎贝尔生下一个小棉袄,Anna Foyer,让妈妈有了温情的陪伴。 伊莎贝尔跟第三任老公的女儿Anna Foyer,同样漂亮的惊世骇俗。 看看菲律宾珍珠生下的西班牙女郎,真是美得让人窒息。老妈看起来就像女儿的闺蜜。 第三任老公去世后,认为伊莎贝尔为高攀而棒身上层人物的传闻沸沸扬扬。 古身艺人的伊莎贝尔选择了沉默,她的孩子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老妈。 而此时时光也放佛在她身上静止,春秋变幻,并未改变她的容颜。 孩子们一个比一个漂亮,而生了五个孩子的老妈,风姿也不减当年。 她不仅是人生赢家,更是生人赢家。 跟胡里奥所生大女儿Tribella Iglesias,红色。 跟第二任老公所生女儿Tamara Vico,绿色。 小儿子安利奎由于太红太忙,经常缺席家庭聚会,带有兄长姐妹陪妈妈,就足够惊艳了。 儿女双全,这不算完,1993年,大女儿Tribella Iglesias生下一个儿子,伊莎贝尔当了外婆。 可是,外婆跟外孙在一块,怎么看怎么像妈妈跟儿子。 此前的风言风语渐渐随风飘散,这个风月叫佳人,继续祝自己的美丽人生。 看到这里,你大概已经知道伊莎贝尔绝不是花瓶一枝。 是的,她还有自己的化妆品公司。 她出色的穿著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1991、2002、2006、2007年,她被西班牙杂志Holler读者评选为西班牙最会穿衣服的女人。 欧洲皇室,也把她奉为座上宾,查尔斯王子曾邀请她主持party。 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更是她的资深闺蜜。 她关注贫困地区的儿童,因为在慈善方面的努力,还在2006年跟希拉里克里顿、大野杨子等人一起获得Win Win Together Award奖。 这一奖项用于表彰对联合国事业做出博爱贡献的杰出女性。 忙碌真是治愈一切的良调,她都忙得忘了变老。 而就在岁月静好时,新的爱情悄然而至。 上个月,一个在1986年就与伊沙贝尔相识的男人,在30年后向她表露心迹。 这个今年79岁的男人叫马米奥巴尔加斯略萨。 没错,就是那个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 这老头不仅在欧美,中国有名,在世界文坛都颇富盛名。 即便如此,也无法抵挡伊沙贝尔的魅力。 最近,西班牙媒体爆出两人约会,进餐的新闻。 到了64岁的年纪,人们不再对伊沙贝尔刻薄,岁月给了她美丽,她惊艳了岁月。 那个经典的问题再次来了,她是怎么做到的。 面对媒体的追问,伊沙贝尔说自己所有的秘诀都是,顺其自然。 然而纵观她惊艳不已的人生不难发现,她心态豁达,不与人争,心态平和关爱儿童,能够平静面对所有悲欢离合。 美丽的女人从不争宠,只管美丽就够了。 时光流逝让她年长,但她拒绝停止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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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